张志军要来台湾访问了 那么大家说是不是真的水到渠成了 王璋二会代表的是马熙会有谱了 马熙会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促成 可是那也要看整个社会的氛围 那摆在眼前就是自禁区怎么处理 服貌怎么处理 那刚刚讲到说张志军来台湾的时候 你碰到的会是什么 是有一群人他要造势 那自从318太阳化之后 那个胃口营养大了 因为你看317晚上 他们那些人在立法院门口 办晚会是700多个人 结果冲进立法院以后 变成10万个人50万个人 然后现在他们没有立法院做舞台 又变成700个人 这两天他们去游行又是700个人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战场 张志军来就是提供一个绝佳的舞台 他们要以战养战 所以他要处处阻挡说 台湾你跟大陆有任何任何的接触的时候 抵触到他们 第一个抵触到他们的政治利益 第二个抵触到他们的理念 他们的理念就是我要反中 然后背后当然就是统獨 很简单 你服帽翻开来到背后也是统獨 资金区也是统獨 可是难道我们不能展现出风度吗 让他感受到我们台湾的民主 90%的 你看民调做出来 大部分台湾人都认为 本来就应该以礼相待 这根本不用讲 这台湾人的礼貌 台湾人的礼节 而且本来就是人跟人相处 本来就是这样子 就算你是台湾共和国 国与国相处也是应该这样 但是我刚讲到政治利益是什么 我需要舞台 我需要战场 当我冲 当我拼 当我用野蛮用暴力 有人挺我的时候 我就非得要往前这样走不可 我很温和的话 我就没有市场 我就没有舞台 我就没有媒体照我啊 我上去拼一下 我打你一下 媒体就久过来久过来 就照到我了 对不对 可是我 其实独派人士不要太紧张 马熙会已经没希望了 因为总统讲得很清楚 APIC是唯一的模式跟舞台 老共没有答应 现在答应越来不及 可是会不会其实已经有谱了 就看适当的时机要端出来 好不好很难 不分手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